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开 我们今天来讲中国的游牧民族 中国是唯一一个保留古代文明的国家 拥有悠久的历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中原地区百姓多次遭受到外来少数民族的侵扰 导致了他们无法获得安宁的生活 对于这些外部少数民族怀有深深的恨意 那么什么是游牧民族呢 它指的就是活跃于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从公元前第一个草原政权的建立 到公元1766年最后一个草原政权的灭亡 这个时间跨度超过了2000年 由于游牧民族没有明显的记录历史的习惯 只有于农工文明发生冲突时才能够被历史所记载 在这个过程中游牧民族出现了很多的政权 包括匈奴、东湖、突厥、回湖、蒙古、其丹 鲜卑、枪、党像、柔然、哈萨克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匈奴人建立的匈奴帝国 蒙古人建立的蒙古帝国 以及突厥人建立的铁木尔帝国 然而这些政权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 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人呢 他们最终去了哪里呢 中国北方大地到底存在过哪些民族呢 他们之间又怎样的联系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中国大地上游牧民族的王朝更替 首先匈奴、鲜卑、女真、达达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代表了典型的游牧为民和狩猎为民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 他们与中原农工为民发生了不断的冲突和融合 人类文明的眼镜经历了采摘、渔猎、游牧、农耕、工商业等阶段 原始社会是采摘文明阶段 三皇五帝时期是游猎文明阶段 夏商时期是游牧文明阶段 而到了周朝以后呢 中国就进入了传统的农工文明阶段 这是一个由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然而不同地级的发展会受到自然条件的一些限制 产生了发展的不平衡感 例如生活在大草原的民族停留在游牧文明阶段 文明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由此也拉开了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 两千年的恩怨情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夏商周王朝统治范围内 主要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 从周朝开始 中原民族开始称之为华夏 根据上书所记载 有福尚之美 为之华 大国于夏 简而言之就是穿着华丽的衣服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 早在夏商周时期 少数民族的存在已经出现了中国的武坛之上 在这个时期中原文明自视为正统 根据地理位置 将周围的少数民族划分为南蛮东移西荣北敌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中原王朝的疆域不断的进行扩大 原来的东夷和南蛮地区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西荣是指中国西南部的游牧民族 主要包括匈奴支部和突厥种族 而西方则称之为突厥种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中原逐渐对周围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更具体的划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匈奴 一个是东湖 匈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称呼 比如在炎黄时期称之为浑州 山戎 在商代时期称之为鬼方 周朝呢 则称之为昆仪 戎敌 匈奴中的匈呢 在中国古代通匈 这些就是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骑马射箭 没有接触过所谓的文明的教化 让中原汉族感到非常的恐惧 认为他们是凶恶和可怕的 奴字在中原人民看来是奴隶的意思 匈奴两个字结合在一起 相当于凶恶的奴隶 凶恶的下等人 当时匈奴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 主要活动的范围呢 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 包括现在的蒙古高原和东亚和东北亚地区 实际上他们是下朝灭亡之后下节的后裔 东胡则位于匈奴以东而名 由于东胡在春修战国时期 由于诸侯争霸和群修争霸 匈奴和东胡也得到了这样大的发展 势力曾一度十分的强盛 东胡甚至自称控玄之士20万 在这个时期黄河以北、关中地区甚至黄河以南 所居住的许多少数民族 包括鬼方、山戎、犬戎、义区、渝武屋、楼帆等等 这些农工文明和游牧民明分化的时期 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战争 一部分的民族向北迁移 脱离了农工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保留了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 他们就是最早的草原民族 匈奴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形成了游牧文明对抗农工文明的强大政权 在秦朝寄演了一代中原时 北方就有了匈奴和东胡这两个民族的存在 秦始王统一中原之后 开始与周边的游牧民族进行了交战 秦朝派出了将领蒙田北极匈奴 击退了七百余力 并修建了长城来抵御匈奴的侵害 由于秦朝非常的短命 第二代皇帝胡亥为巩固皇位 就给了匈奴恢复的时机 因此在秦朝灭亡之后 匈奴攻击了东胡 将其彻底的击败 使得东胡的三个主要部族 分裂成了南乌恒北先碑 由于东胡的分裂 乌恒和先碑选择了退居幕后 休养生息 因此在这个时期 中国的历史上 匈奴成为了北方的主导力量 汉朝建立初期 暂不便于直接与匈奴进行开战 于是采用了和亲的方式 先后派遣公主 驾到匈奴 缓和两族之间的关系 著名的招金出赛的典故 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到了汉武帝时期 那就了不得了 在汉朝众多有名的大将 比如卫清 获居病等等 不懈的努力之下 北方的匈奴被打得非常的惨 势力大大的缩水 而与此同时 吴恒和鲜悲之间的斗争 也是以鲜悲获胜 汉武帝登基之后 汉朝对匈奴的实力 造成了根本性的改 在汉武帝和汉宣帝的打击下 匈奴迅速的失败 几乎被消灭 这个消灭性的打击 导致匈奴分裂为了 南匈奴和北匈奴 发生在公元48年汉朝时期 南匈奴依附于中央王朝 而北匈奴逐渐迁移到了欧洲 并且在那里建立的 匈人帝国 持续存在了一百多年 该帝国的控制范围 东起咸海 西至大西洋海 南至多瑙河 北至波罗的海 随着先卑族的崛起 匈奴民族最终在历史的场合中消失 现在的流性 慕容性 金性 忽颜性 余性 万性等性事 中的许多都是匈奴的侯裔 匈奴对应的中央王朝 包括秦朝 西汉 东汉 以及魏晋时期 并持续了六百余年 匈奴离开之后 蒙古高野形成了巨大的真空 很快 鲜卑和柔然填补了进来 鲜卑观察到局势后 趁着汉朝和匈奴交战时 大胆地对乌衡进行了攻击 乌衡不敌 原本打算利用东汉后期衰败的迹象进行反击 但最终在三国初年被灭亡 至此 乌衡消失 曾经的东湖彻底只剩下了鲜卑一族 鲜卑族的主体就是被匈奴人消灭的东湖人 后来融合东夷山荣的民族 起源于现今的东北地区 鲜卑势力变得异常非常的强大 正值东汉末年 分裂三国的时期 因为中原内乱 无暇顾及他们 匈奴以岌岌可危 乌衡被曹操所灭 鲜卑反而崛起起来 从晋朝到五湖乱华世纪 鲜卑分为东鲜卑 北鲜卑 西鲜卑三个部分 整体来看 匈奴人已经向北迁移 而中原王朝正处于三袖争拔的状态 相互之间争夺权力 对于鲜卑而言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俗话说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鲜卑也逐渐分裂为 拖跋式的北鲜卑 渔文式的东鲜卑 和慕容式的西鲜卑 三国时期南方战火连天 北方也是如此 北方的匈奴和鲜卑相互的厮杀 南方各自争霸 正因为三国时期长期的内战 导致了人口的锐减 再加上后来的司马家族的败家 最终引来了五湖乱华 拖跋鲜卑是北鲜卑的一支 鲜卑贵族慕容式 在西鲜卑和东鲜卑都有很高的地位 西鲜卑后来在慕容式的领导下 迁移至千海东部 建立了著名的土孤魂政权 鲜卑的拓跋部族建立了北魏王朝 成为了南北朝时期 长江以北的王朝 一直与柔然交战 柔然最初呢 是鲜卑拓跋式的奴隶 为他们干苦力的 后来随着拓跋部的南迁 小柔然独立成了大柔然 并与原主人发生了冲突 与匈奴仲前坚守与游牧文明不同 鲜卑政权意识到 想要统治汉地就必须通过汉文化来改造自己的民族 因此一场重大的汉文化改革进行开始 这场改革非常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 拓跋式改名为元 钦至洛阳 成为了中原政权 鲜卑对应的王朝是东汉 魏晋南北朝 大约经历了500年世界 鲜卑是继修奴之后 又一个强大的草原部族 他们建立了历史149年的北魏政权 与南朝的宋启良臣遥相呼应 作为个体 鲜卑人完全融入了汉族 尤其是贵族阶级 他们与关中豪门形成了 血脉相容的局面 到了南北朝时期 鲜卑族逐渐控制了北方的草原 并入主中原建立了多个王朝 像前燕后燕 西秦西凉 北魏西魏等国 在与南方汉族的相互厮杀过程中 大量鲜卑族被同化 一部分融入到皇家邪族 一大部分都融入了皇族系统 隋唐皇日母系就是鲜卑族 唐高祖李渊 独孤皇后 隋阳帝杨广 唐高祖李渊民都有鲜卑系统 李渊民又娶了鲜卑族掌随公主 可见李家王朝的鲜卑族协系统是非常多的 南北朝时期 还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 那就是柔然 柔然是继承了 修奴人和鲜卑的协系统 统一了蒙古大漠之后 虽然柔然只存在了100余年 但占据了广大的领土 当鲜卑南迁汉地之后 草原又形成了权力的真空 柔然利用这个机会统一了东湖 鲜卑匈奴以及其他草原部族 建立了柔然汉国 其疆域东至厄古纳河 西至阿尔泰山 北至贝加尔湖 南至阴山 柔然与北魏十二交战 十二共存 然而柔然后来又衰落了 被自己掌握的部族突厥 致命一击 突厥迅速成为北方的强国 而柔然则分为南北两支 南支成为了契丹人的前身 北支发展成为市伟诸部 也就是蒙古族的前身 在北魏和北齐的打击下 这个短命的柔然汉国 很快就灭亡了 柔然人逐渐融入汉民族 一小部分的柔然人吸迁 百年之后 在中欧地区建立了 阿瓦尔汉国 在东亚和中东地区迅速结起 战无不胜 称霸中东欧地区长达两百亿年 最终被热尔曼人所灭 同时韦市高纪律 也相继出现 其中高纪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突厥人的起源是相当复杂的 它是匈奴 鲜卑 西域高昌 高加索 中亚赛族 以及其他杂族 民族所混合体 在柔然汉国兴起时 突厥人作为他们的奴隶 在后来 亲移至阿尔泰山 以代形成了突厥不落 在北朝后期 突厥人打败了柔然 建立了突厥汉国 并在西魏 北周和隧朝的支持下 迅速壮大 突厥族 义军突厥 他们把中国合纵 连横思想 发扬光大 北魏和北齐 与他们通婚和纳贡 唐太宗也向他们纳贡和亲 突厥在西方鼓动 波斯和罗马帝国的斗争 与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结盟攻打波斯 让波斯赔款纳贡 在东方 他们联合北魏 打击北齐 又联合北齐 打击北周 在552年 突厥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 建立了广阔的突厥汉国 将于东至渤海 西至离海 南至中沿政权相邻 北至贝加尔湖 建立了一个跨越万里的大帝国 隋朝建立之后 隋文帝 杨坚采用了战略上的分化 和军事上的打击 政策与突厥 发生了多次的战争 到了隋杨帝时期 突厥再次崛起 在隋末的内忧外观之中 他们派出了十万大军 包围了隋杨帝在燕门的军队 直到向一城公主求救 才得以结尾 隋末唐出 各地的异军 群雄分歧 突厥再次发挥了 他们天生的合纵连横的政策 突厥为了保持实力 防止匈奴人的突袭 相继臣服于突厥的统治之下 其中包括寇建德 高开道和王世冲等人 李渊起兵的时候 为了夺取天下 并防止诸侯与突厥结盟对抗他 他们采取了和与突厥和好的政策 主动与突厥建立联系 称其为可汗 唐朝建立之后 与突厥经历了数十次的重大战役 持续了一百余年 李世民登基的第一年 突厥人一直攻打渭河北岸 迫使李世民签下了城下之盟 随着大唐王朝的强盛 李世民和李治父子相继发动了对突厥的战争 经过几年的军备和训练 李世民在630年派遣了十余名著名的将领 率领十万大军 由李靖指挥分六路反击突厥 殷山之战是唐朝与突厥的第一次关键性的战役 贞观四年李靖灭东都厥 殷山一战为唐朝争取了四十年的和平 在唐高宗时期 李治三次派兵平定了西突厥 其中薛仁归的一次战役斩杀了万余众人 俘虏两万人 使突厥园区大伤 随至西突厥解体 苏定方灭西突厥 在汉武帝时期 后突厥再次复兴 最终在唐朝和回虎的夹击下灭亡 天保四年 后突厥白美可汗被回虎人所杀害 一部分的突厥人病入回虎 另一部分归属唐朝 突厥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与的突厥人在七单族的异军突出和占据北方高原的情况下 并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亚迁徙 突厥的中原王朝对应的是南北朝 隋朝和唐朝初期 经历了五百亿年 突厥人由自己的文字和语言 文明程度远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 经过几百余年的发展 突厥后裔在西亚和欧洲也激延起了 他们先后建立了 孤尔王朝 塞尔铸帝国 花拉子摩帝国 隆姆苏帝国 奥斯曼帝国 在武则庭时期 后突厥重新建国 被称之为后突厥 然而 在这次复国之中 突厥内部也产生了不同的势力 为了遏制后突厥的嚣张行径 唐帝国主义伟大领袖 李隆基同志给予了亲切的关怀 在李老板的大力支持下 回湖发誓与他合作 并成功灭绝了后突厥 建立了回湖汉国 在五代史国之前 契丹人已经崛起了 而回湖则被迫退到了西边 然而被逼迫到这个地方的回湖 并不会轻易的放弃 经过一系的斗争 回湖分裂为三个部分 唐朝末年 北方的突厥被彻底消灭之后 取而代之的就是强大的契丹实力 高沟丽早在堂皇礼制时期 就已经被消灭了 只不过在唐朝已经步入晚年 对北方的控制力有所下降 齐丹族在东北地区迅速的壮大 并建立了辽国 齐丹族是一个由八大部族 所形成的游牧民族 其起源与匈奴 鲜卑突厥等多个民族有关 齐丹的崛起 与柔然的衰落有密切相关 他们曾与突厥展开了东西对接 对隋唐两朝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齐丹人的兴起得益于大唐帝国的衰落 在安始之乱之后 唐国无力于东部 齐丹人出现了一个伟大的领袖 那就是耶律阿宝基 在耶律阿宝基的领导下 齐丹人建立了一个统一政权 那就是齐丹国 与此同时 南方则是宋朝 然而东北地区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女争族 这个女争族最初是黑水墨河 齐祖先是宿胜部落 后来南千治并与齐丹国的导国和南宋 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并最终建立了金朝 齐丹帝国在中原经历了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 大约四百余年 随着女争族的崛起 辽谷开始衰落 北宋与女争牵上了海上之盟 并形成了两线夹击辽国的举世 最终在宋慧宗宣河七年时 金朝灭亡了辽国 随后北方原定的各个民族迅速崛起 南下击败了金朝 并最终建立了蒙古帝国 在这个过程中 金朝的皇室遭到了蒙古的惨烈的杀害 在历史的某个时刻 突厥人对于起岩部作和涅古斯部落 进行了残忍的蒸发 将他们灭族 仅存的两男两女逃到了北方并定居下来 在新安岭以南逐渐恢复壮大 形成了蒙伟事务部落 蒙伟事务部落又称之为蒙古 士伟在突厥语中发音类似于达达 因此他们也称之为黑达达 这个称呼源于宋朝到辽朝时期对他们的歧视 认为他们是野蛮的 那一些汉化程度较高的人子 称之为白达达或者是舒达达 而汉化程度较低的人子 称之为黑达达或者是生达达 蒙古士卫部落的首领 也就是铁木针的左腹 建立了蒙古国 这可以看作是蒙古国的雏形 在蒙元时期 南方的百姓地位非常的低 后来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 汉人逐渐崛起 在众多汉人崛起之后 蒙古战败并北撤 南方以及诸位地区的控制舰 又回到了汉人之中 其中朱彦璋最终获得了胜利 建立了大明王朝 在元朝灭亡之后 蒙古人返回了草原 并分裂成为瓦剌和达达两大部落 其中瓦剌位于西部 达达位于东部 明初对于达达的打击 给了瓦剌发展的机会 瓦剌迅速发展壮大 并曾南下与明朝发生冲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土木堡之变 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后来瓦剌部落分裂为四大部 包括杜尔伯特 准格尔 和朔特 在达达部落经历了统一和分裂的经历之后 最后一个大汗 林丹登基之后 怀揣着雄心壮志 使徒要统一蒙古 然而他遭到了后京的崛起 在努尔哈士和黄太极的打击之下 达达人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林丹汗在困境中逝世 他的七世被黄太极和爱心觉罗家族所收编 清朝初年 爱心觉罗家族和蒙古 博尔吉吉特市长期联姻 从此建立联系 通过女性的媒介 达达部落开始臣服于满清 达达部落建立了蒙古元朝和北元三个阶段的游牧国家 最终并入了清朝 历经429年的蒙古帝国从历史的舞台彻底消失 女真族居住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区 在历史上 她们被称之为速圣使 雾吉黑水磨合 到了五代时期 她们被称之为女真 女真族后来成为辽朝的一部分 但为了避免与辽主约理宗贞的名字相同 她们改为女侄 宋朝时期 女真族建立了金国 明朝后期 努尔哈士统一了女真各族 建立了后金政权 她的儿子黄太极改国号为清 将女真族改为满洲 在1644年 清朝入族中原之后 很快统一了整个国家 改国号为清 在蒙古帝国的四大汉中 乌克台汉国 查赫台汉国 金战汉国 伊尔大逸子和小逸子 一直受到准格尔的欺负 准格尔后来被清朝灭亡 在此之前 小逸子和中逸子已经加入了俄国的阵营 只有大逸子加入了清朝 清朝和俄国之间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俄罗斯原本是东欧地区的民族 在与中原王朝接触之后 只有元朝与他们有过绝处 他们被称之为 干罗斯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瓦剌 威拉特蒙古的消失不是以下的完成 在清朝初期 他们先收复了末南蒙古 随着在康熙年间 克尔克蒙古 末北蒙古 有准格尔汉国的压力 开始向清朝合作 之后位于西藏的赫舒特汉国 也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最后在乾隆时期 准格尔的领土也被彻底的收复 从历史上来看 草原文明对农工文明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乾隆时期 清清控制了克森地区 整个韩国 作为最后一个游牧文明灭亡 草原文明再也没有组织 对农耕文明的威胁 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北方少数民族一直存在有一定的联系 随着实力的增长 霸权的更替也更加的频繁 直到如今 这些少数民族并入到了中原民族 几千年的历史中 少数民族和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 从未停歇过 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有两个方面 一个观点认为 是汉民族主动对外扩张所致的 另一个观点则认为 是游牧民族本性难改所致 首先 汉民族的农工文明特征 以及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 决定了他们不具备扩张和侦略的基因 中原文明的扩张 是以文化为先导的自然扩张 是文明的自然融合 是在被侵略状态下的文明反击 而不是主动侵略互扩张 我们知道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较低解的阶段 这些生产模式相当落后 不具并不具备独立支撑族群繁衍的条件 那么他们只能依赖于农工文明的物质条件来生存 然而农工文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模式 对游牧民族没有需求 贸易无法进行 这导致了游牧文明只能通过武力来掠夺农工文明 因此草原少数民族数千年的不断入侵中原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否则他们无法维持下去 为什么这些草原文明不改变落后的文化模式呢 实际上进行了转型 比如鲜卑 然而他们转为农工文明之后 他们的子民很快就消失了融入到汉民族的大融入之中 这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奇妙之处和伟大之处 其实我们对于我国历朝少数民族的称呼 是无法进行清晰的划分的 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和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后终的历史有关 中华文明的历史非常的远远 在不同的时期里有着不同的文明程度 各个朝代对于不同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称呼和习惯 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关系又相当的复杂 一片的高原可能有好几个政权同时的出现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这些稀释的少数民族 也早已与中原民族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中华民族 现在56个十六子团结凝聚在一起 正是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而继续努力奋斗着 好的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后续我们会推出更加精彩的影片 请订阅一下